北京电视台曾播出过视频 城市自来水公司为了远程说送水的安全性 会在自来水中加入绿 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漂白粉 我们在体育馆的室内游泳池能够闻到它的气氛 同时我们在喝水或者是用水的时候 绿也会被人体所吸收 那么这种说法是不是真的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报道 好 两个杯子里面已经倒上了同样的水 接下来我们先测试其中的一个里面是不是有绿 如果这个有另外一个也是含有绿的 我们来滴上两滴测绿的试剂 只要把这试剂滴进去 如果说是有颜色的话 那就说明不是有绿的 我们在其中一个里面滴上两滴测绿试剂 好 搅拌一下 大家看颜色明显就不一样了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一杯怎么办呢 我们洗个手 来 就你 我看你手脏 来 到中间来 感受一下你的手在里面搅一搅 这会洗干净了 这一会儿就跟洗澡差不多了 行了 好 我们再滴两滴 我们现在再滴上两滴试剂 看看有什么变化 搅拌一下 看看这个水 洗过手的水 是不是和刚才没有洗过手的水是一样的颜色 大家请看 哇 滴过之后 同样的是一瓶水当中的水 滴了试剂 这一杯呢 它就已经变了颜色 而这个通过你的洗手的动作 它就没有变颜色 有反应吗 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是吧 没有反应 那也就是说明 是不是这里边的滴全都吸附在我们实验员的手上了 同样的自来水 然后大家看我们前面的选择了三个蔬菜和水果 分别是苹果 青菜和甘蓝 都是不同颜色的 现在呢我们会往三个水碗里边滴上测绿试剂 搅拌一下 其实这个颜色已经非常的明显了 滴入测绿试剂之后呢 里边的水已经变成了黄颜色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绿所反映出来的颜色 而接下来我们将把这些蔬菜和水果放到碗里边 看看这个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来看看这边 水果那边清了 这边已经彻底清了 大家来看啊 我们把这个苹果拿出来 大家再来看这碗水 哇 几乎就没有那种黄颜色了 已经恢复透明了 透明了 也差不多了 哇 这个水也变清了 大家看 全都清了 一点黄颜色都没有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绿越菜 蔬菜也拿出来 大家看一下 哇 又是清水一碗了 清水一碗 三碗放了不同的蔬菜 水果 然后经过这么清洗之后 水里的氯气 全都消失了 去了哪里 蔬菜当中 最终这蔬菜 到哪里去了 去到了我们的肚子里 对啊 换句话来说 就是我们吃尽了很多的氯 是的 那么自来水中的氯 真的这么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吗 我们也做了验证 大家好 我们来这里来验证一下我们人体 是否真的容易吸收余力 首先呢 我们取两个500毫升的烧杯 并边上一号和二号 然后呢 我们现在去卫生间 取两杯300毫升的自来水来进行实验 我们现在从卫生间取两杯约300毫升的自来水进行实验 首先我们往一号烧杯中加入鱼律设计 因为我们取的水量比较多 所以加入比较多的鱼律设计 进行搅拌 一号烧杯中的自来水变黄了 说明一号烧杯中含有鱼律设计 这样也说明二号烧杯中一定含有鱼律设计 现在我们将手放入二号烧杯中进行清洗 清洗约十秒钟 然后往二号烧杯中加入鱼律设计 进行搅拌 我们可以看到二号烧杯中的颜色非常淡 说明水中的鱼律已经被我们的手所吸收 其实在全国各个城市取自来水做实验都是一样的 大家好 这里是石家庄居然之家润来全屋净水旗舰店 看了视频 我们在这里要用本地的自来水做鱼律的相关实验 我们在建华家园小区取水 这是自来水 下面我们看一下皮肤对鱼律的吸收 先把一只手放到右边的水中 只用放十多秒 好 现在可以拿出 我们在两个碗中分别加上等量的鱼律测试机 搅动一下 没有放入手中的碗 颜色明显变黄 曾放入手中的碗 颜色基本没有变化 证明皮肤对鱼律的吸收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水中的鱼律几乎全被吸到了皮肤中 大家好 这里是润来西安谷中心 前段时间我们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关于鱼律吸附的视频 我们在想这个视频是不是真的呢 所以今天我们在西安来验证一下 现在这边放着三杯水 两杯是自来水 一杯是经过我们中央接水机处理过的水 我们来通过鱼律试机来测试一下 我们的水里面是否还有鱼律 来我用这个试机棒搅拌一下 大家看到了没有 两杯自来水的水明显很快就变了颜色 我们再看一下经过咱们中央接水机处理过的水 你看我使劲地搅拌 搅拌这么长时间水依然还是凤米的颜色 网上说这个鱼律有吸附作用 我们今天用我们这个市面上买到的苹果来测试一下 鱼律到底有没有吸附作用呢 我们把这个切好的苹果放进杯子里面 我再用试机棒来搅拌一下 大家看 你看我就搅拌了几下以后 对明显从刚才的泛黄泛轮已经变成了透明色了 说明网上说这个鱼律有吸附作用确实是真的 我们在几个地方做了实验 验证了 氯确实容易被人体蔬菜水果所吸收 那么怎么改变这一个现象 将含有氯的自来水 经过装有活性碳的中央进水器进行进化处理 这种现象就可以得到改变 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自来水经过中央进水器之后 它的结果是怎么样子 我们现在就来验证一下中央进水机过滤余率的效果 现在我们先去取一杯自来水和一杯中央进水机过滤后的水 我现在用烧杯取了两杯水 一号烧杯是刚刚从卫生间接的自来水 二号烧杯是从中央进水机过滤后的水 现在我将鱼滤设计加入 一号烧杯的自来水中 进行搅拌 一号烧杯中的自来水变黄了 除名水中含有鱼滤 然后我将鱼滤设计加入二号 经过中央进水机过滤后的水 进行搅拌 经过中央进水机过滤后的水没有变黄 说明水中的鱼滤被中央进水机去除掉了 城市自来水跟水基本上都会含有鱼滤 尤其是在夏天温度高的时候鱼滤的含量会更高 长期饮用含有鱼滤的自来水会对人体造成慢性的损害 鱼滤过多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危害呢 赶紧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它由于它只是氧化性的刺激性气体 对我们消化到的联膜也是有损伤的 比如说它就可以使溃疡发病增加 特别有些有溃疡的人 他就会发现喝了这个水以后 我肚子疼 实际上就胃疼 这个加决 鱼滤含量高的时候 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看不见的水中的污浪发生的情况 它可以就通过这个氯跟我们自来水场的取水点的原水中的有机物进行化学反应 其中很代表性的就是三绿甲丸 氯乙酸 那么很不幸的是我们毒理学的研究发现了 这一类物质它的毒性它远远高过我们自来水场水源水里面原来的有机物的毒性 它的自来作用等等这些毒理学作用 它要高过我们原水中的有机物毒性成百上千倍 天哪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水体污染的程度越严重 那么微生物含量越高 那么自来水场为了达到这个出场水微生物的含量的标准 所以要加更多的氯进去 那么这个时候就生成了更多的这个三绿甲丸 氯乙酸 把这一类物质我们把它叫做二次消毒的副藏物 我们简单说消毒副藏物 那个三绿甲丸等等这些消毒副藏物它是一个慢性的 那么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一年两年能够观测到 我们现在流行因为数据调查发现了 十年甚至十年以上的这个长期饮用这个含消毒副藏物量比较高的这些区域的人群 肿瘤发生率是明显高过这个水远水比较好的这个消毒副藏物比较低的这些人群所以说这个结果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所以说我们要是要降低急性的呢还是要降低慢性的我都想这样 看了这段视频注重身体健康的人们在家里安装净水机已刻不容缓 润来已经有了全系列的净水产品 净水龙头先解决饮或煮少量用水将台面龙头换下即可非常方便 可出净水自来水还可随时反冲洗 加装小厨宝能调节自来水的冷热不用改装管路即可安装非常实用 费用也低 为了沐浴时皮肤不吸收率尤其是婴幼儿孕妇妈妈的皮肤不受伤害 可以选择小型除下净水机不占空间小家庭完全够用 如果想让全家煮喝洗素浴的水都不含氯 润来还有适合小户型2-3口人中大户型5-6口人使用的中央净水机 出水量大好安装操作也很方便 不论家庭有无装修 润来都必有一款产品适合您使用 上述系列产品在各润来专卖店淘宝京东网均有售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访问润来京东旗舰店或登陆润来官网获取专卖店及产品信息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 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331898